1月20号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活动中 当被问及美中关系是否有所缓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样回答说 我认为是这样的 按照拜登与习近平11月敲定的计划 布林肯于2月5号到6号将要访问北京 这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18年访问中国以来首次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 此外美国财长耶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 除此之外 中国新任外长秦刚1月21号 在华盛顿奇才队与奥兰多魔术队的一场NBA比赛中 通过视频开展新的魅力行动 向观众发表一段农历兔年的货持 美中关系最近是否突然出现回转的变化呢 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这种回转关系只是暂时现象吗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 上面几个重大的外交关系问题 那么我们两位嘉宾 我介绍一下一位是欧洲智库的欧洲亚洲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 他来自德国 张博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谢谢邀请 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纽约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请问我们的夏明的这个教授啊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 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谈啊 那么这个会谈之后呢 那么现在呢是美国在总统排序的位置上呢 据第四和第五位的啊两位高级官员啊 一位是国务卿啊 一位是财政部长呢 都准备在未来呢很快的时间里访问北京啊 那么这个这是为了这个近五年来啊 美中关系中啊比较崭新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夏明教授 你看来是谁啊在这个里头呢 首先放下了身段 从而让这种紧张的关系呢 得一缓和最后呢 走向回软的这样一个时期呢 是简单的回答 当然是中国了 那个传递出了无数的感染痣 那么美国了 那么必须要做出一个回应 因为如果我们看过去五年 就是上一次蓬佩奥国务卿访华以来 那么中美关系呢 急剧在恶化 而且美国呢 那么其实是在越来越强硬 那么当然中国也在相应的那个回应 那么也在使用战狼外交 但是呢 那个经过三年疫情的这个较量 那么无论是在那个经济和那个防疫 在全球的外交层面 那么其实中国了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那么面对美国的这个团结 尤其西方的这个团结呢 那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呢 那么他现在在芯片战争上 那么也已经呢吃亏不少 那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个就是在跟中国这个较量的过程中呢 监守了一种我们那个经常说的就是叫有原则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 那么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呢 那么使得中国政府意识到它的战狼外交呢 那么已经行不通了 无论是在疫苗还是在芯片还是在全球的那个各种那个外交关系上 他对美国呢都还是有所那个期盼 那么有所那个就是那个需求 那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尤其是秦刚在他任大使的时候 在他以后回国那么担任外交部长以后 那你看他频繁的那么那个放递身段 那么以柔软的这种魅力外交来想给美国了传递各种信息 那么所以人们就在说那么这个NBA 那么我们知道NBA了那么是在中美关系上 其实在过去五年了都是一个技首的问题 因为毕竟那个美国的运动员了 在新疆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 那么对中国了都有所抗议都有所表示 那么现在的秦刚了进这个平台 那么想就是跟美国就是普通民众了拉近距离了 那么恐怕了也是给NBA了 那个开放出中国这个市场 要回归到就是正常的话 那我觉得当然有人认为 这就像尼克松访华前的这么一个乒乓外交一样的 那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么作为那个 就是世界上的最大一个国家 那么就是最强大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 这两个国家过去的这个交锋了 那么使得全球经济了陷入一种那个困境 使得全球的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呢 都那个捏一把汗了 担心了这两个国家了 两个巨人了发生那个碰撞了 把大家了都给损伤 那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回应呢 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那个双方的那个互动了 那我觉得还是美国实力了和外交了取胜的一个结果 中共呢主动放递酸弹 那么美国是积极回应 导致了这个关系的回吻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根据纽约时报的他的分析 就是说呢是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在巴黎岛的那一次呢见面的时候呢 大家没有谈民族和专制的对峙 而是呢基于淡化华盛顿和北京之间 基于这个战争正在走向对抗的这种关系 那么也是通过那样一个会面 敲定了布林肯继续访华的这么一个计 访问中国的一个计划 那么布林肯呢在芝加哥这一次谈话之中 也谈到就是说 我是拜登总统和习近平的那次会晤 确定的这个计划的那个继续 那么张教授呢 你写了一篇文章啊 在德国知识上发表 那么你注意到了这一次 刘鹤啊副总理和财长耶伦在这个会见啊 那你提的很形象 你说以至于因为美国财长呢 为了赶飞机不得不结束 这样一次会谈 好像美方很迫切想去搞这个会谈似的 所以说你进一步分析 开始出了一些美中关系 出现了微妙的这个变化 那你怎么看这种微妙的变化呢 首先呢 我觉得这里确确实实应该用上一个所谓的灰暖这个词 灰暖就是说 本来就是说是中美关系是比较热火的 那么后来呢就是凉确了 甚至紧张了 紧张到相当大的程度 现在又开始有所灰暖 那么这灰暖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看到就是说是习近平一开始对美国有的一种这个就是是一种幻想 就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来实现习近平的所谓的赶超这个美国 那么这个想法在我已经说在他刚上台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上海交大这个认知 那个那个我这个好多同事们就开始在研究所谓的他的理论 什么理论呢 就是说要他提出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就是要跟美国就是专门要跟美国 而不是跟其他任何国家要建立一种这种大国关系 那么这样呢就是 他当初的期待的很大 但是呢各方面的原因使得他的这种期待不能实现 最后他就转向了俄罗斯 那么同时呢又跟这个加上这个后来特朗普上台之后 就是把中美关系那是弄得这个可以这么说是相当不太稳当 那么至于后来或者说现在这个情况那么就更不稳当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他在原先是就是想跟美国就是弄成一种 所谓的正常的大国的关系的这个当初的这个情况下 走了一个圈子现在又回来了 回到几乎是回到原地就是要重新开始 当然习近平的今天的习近平绝对不是这个是十多年前的习近平 那么这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也绝对不是十几年的这个之前的中美关系 这点也是肯定的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 首先呢就是说就跟那个刚才夏教授所说的 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双方都有一种需求 那么中国的需求就更大一些 中国的需求主要的需求的这个这个来源就是他的经济 就是习近平必须在今年把中国的经济要扳回来 至少要表现出一定的成绩 要不然他再这么下去 他这个当这个这个所谓的领袖好像是当不下去的 那么这是一方面 但是美国实际上这么说 我们客观的来说对中国也有所求 那么这个具体的我们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 在乌克兰战争 如果说今年这个拜登政府在夏天左右 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武器之后 没有一定的表现的话 就是说是在战场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果的话 那么我想他在国内的交代 那么共和党对他的这个一些做法肯定也是会有想法的 所以中国在这个所谓的对乌克兰战争 可以这么说有了相当大的影响 怎么大的影响呢 就是这就体现在就是说第一 美国必须拉住中国 不能让中国就是完全倒向俄罗斯 因为实际上这么说 中国现在从经济上是完全在帮助俄罗斯 这已经是对俄罗斯可以这么说 实际上也是一种支持他们的战争行为 但是呢更主要的是就是说 假设说中国在军事上也去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么这场战争那可以这么说是很难收是好 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必须要跟中方有个做法 有个约定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今年尽管我们一般的估计台湾不会出事 但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天每周 这个去那个台海的这样一种干扰的话 那么这个情况可以这么说 走火弄不好就会出现 一走火的话那就意味着很可能就要引起一场战争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美国必须要防止的 那么它的防止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是保证 就是说台湾不独立 同时呢要跟中国要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这种所谓现状 在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不是会买他的战 这个问题呢我们到时候要看 所以说张博士的观点 简单来说就是说啊 美中两方都有需要 北京的主要的需要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而美方的这个需要呢 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啊 需要拉着中国不要倒向俄罗斯 另外台海问题也是一个考量啊 那么这是张博士的解读 那么我想听听这个夏教授啊 就说这个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在安卡拉齐的时候 那大家是捋起袖子在单面干啊 那么后来呢高官呢也也没有这个访问 那么为什么拜登总统在11月份巴厘岛见面的时候啊 会让这个美中关系啊突然回软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 那么美国的这个政界具有相当位置的国务卿和财长 相近去访问中国 那么你认为这里头有没有一个推动双方关系 突然变化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呢 是首先呢我不认为中美关系呢在回软 那么我认为了中美关系呢现在呢 只是在那个止跌 因为它过去已经跌跌不休了 那么所以呢就说刚才我讲到 对对全世界呢确实造成一种担忧 而目前呢全世界有更大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认为美国真正的是作为一个要负责任的大国呢 那么它必须呢就说很多事情要考量 那么第二呢我不认为就是乌克兰战争呢 使得美国呢对中国的那个需求呢更多 相反乌克兰战争呢凸显呢 中国在乌克兰呢跟俄国冒险呢 那么加入到俄国冒险的这种行动呢 其实是彻底的那个失败了 那么所以当那个中国也意识到 那个普京呢在乌克兰呢大势已去了 那么他那个投入了就是那个近20万的部队 去打乌克兰的20万的部队 他现在呢已经失去了近20万的部队 而乌克兰呢已经扩展到了100万的部队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普京呢这个整个战争呢 打的是非常的失败的 那么所以中国政府也看得很清楚 以前对普京呢还有点期盼 那么还有一点尊重 那么现在这种那个跟普京的这种期盼呢 其实呢也都被破灭了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中国呢那么会回过来跟美国呢 那么那个示好 而美国长期以来 那么它是在管理国际关系过程中呢 对俄国跟中国呢都是在使用一种 那个权力平衡的这个战略 那么所以呢 它要么用俄国来牵制中国 要么用中国来牵制俄国 它永远呢不想使这两个国家呢 结成一个就是那个死硬的这么一个联盟 那么所以今天的话那你可以看到 美国在这个就是权力均衡上 其实呢也玩得也非常成功 那么现在就说美国对中国有没有所求 那么中国有什么东西给美国呢 可以带来最好的就是机会 或者就是利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 因为中国呢现在在换届 那么新的领导人呢 那么要到明年 对不起了 已经今年了 到三月份呢就全部就是 那个在人大呢就全部认定了 那么所以在这个中国人事 那个换届的过程中 那么我认为美国的高官呢 当然是需要去熟悉 面孔 那么需要去这个摸底牌 那么需要那个知道 那个中国的真实的 他的这些领导人的一些想法 这些战略意图 那所以我觉得这种高层的访问呢 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 美国呢 那么也面临着各种的经济的问题 尤其是美国 那么面临着全球呢 各个国家呢 今年是有三分之一的国家 是陷入经济衰退 那么所以美国的话呢 他在这个管理经济问题上 那么他一定呢 就是不希望全球的经济呢 进一步恶化 那么尤其对中国来说呢 如果中国真正的给全球呢 带来新的这种冲击呢 对美国 对美国的盟国 对全世界 尤其许多富 穷国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美国现在也在 那个趁此机会了 也在给中国了施压 要中国了解决一些 比如说债务问题 尤其是一带一路 跟很多穷国的这些债务 那么我觉得对美国来说 这个时候做一个就是好人呢 那么当然是有利可图的 那么当然 最后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了 那么美国呢 其实在经常那个需要钱的时候了 那么他要那个通过那个政府来借债 而政府借债的话呢 如果有共和党来阻止民主党来进行花钱 来征税的话呢 那么往往呢 就是政府的话呢 就会大局外债 那么所以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08年 那么以后奥巴马这些 你可以看到 当面对着共和党的时候 或者是克林顿 面对着金里奇的革命的时候 那么都是这样做 那么今天呢 拜登总统呢 面临着共和党 又控制了下议院了 那么我觉得对拜登总统来说 如果多一个就是谈判的砝码 如果就说在举债问题上 如果中国政府不是抛债 而是会守持美国的那个国债 甚至还会一个购进美国的国债 因为毕竟美元是在坚挺在上升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对那个拜登政府呢 都具有一些现实的意义 好了 我们两位专家呢 在美中关系这个发展的 这个方向上的这个用词呢 有差异啊 回卵和止叠啊 另外一个在美中所求方面呢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的分析上呢 也体现出了差异啊 这是我们节目的价值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就是 我想请问这个张博士啊 就是说美国呢和中国呢 啊那么布林肯的根据 他在斯加哥的这次讲话 是竞争和冲突 这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要加黄沪兰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需要去沟通啊 这也是我去中国的原因啊 那么假如这是一种回卵啊 那么真的回卵 是不是暂时性的 它具有可持续性啊 这是能不能特别关注的问题 首先呢 我同意那个谢教授的说法 就是说美国和中国都必须 现在就是在现在今年 特别是今年这个世界充满危机的 这个情况下 就是要体现出大国的负责精神 那美国更是这样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是中美关系的缓和 哪怕是暂时的缓和 也是对世界的这个局势是有利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要说的就是说是 这种缓和到底是不是能够持久 这个问题就得看各个方面的了 那么应该这么说 美国现在这个 布林肯这个二月份 二月初要到中国去访问 那么要谈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肯定大家都数得出来的 这是要谈金融方面的合作 谈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谈粮食安全问题 同时也会谈到这个一带一路 刚才那个下周说了 一带一路上的问题 那么这些一带一路 也许习近平听不进去的 但是呢 在其他问题上 也许这个接受的能力还更强一些 那么这是我的个人估测 但是呢 就是说 在台湾问题上 肯定要谈 肯定会谈 但是呢 谈到什么程度 这很难说 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 还是台湾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说习近平是 这个已经是 咬紧牙关 一定要在他的 这一期的任期之内 把台湾问题解决的话 那么这个美国再谈 跟他再谈 也谈 没什么用 那么这就看 他就是习近平 什么时候对台湾 采取措施了 那么这点呢 是肯定的 就是说 美国现在 至少是最起码的一种期待 就是希望中国 今年明年 你不要出事 如果是今年明年 不出事 那本身也是对世界安全 是地域的安全 是一种贡献 那么问题就是说 今后 2024年之后 到底怎么样 这些问题就很难说 应该这么说 现在从中国国内的 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要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趋势 特别在军方这一方来说 是很明显的 但是呢 就是说 就看美国能不能阻止 这一场战争的发生 这个是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那么正是台湾问题 也就决定了 就是中美关系的缓和 或者说暂时的缓和 是不是能够持续 所以我觉得 在是否能持续的问题上 现在是一两年 也许 但是一两年以后 这个情况就很难说了 这里就是说 没有太大的保障 好 这个我们有两位 油管网友的点评 正好跟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 有关系 南华华 她说 只要中国 只要习近平在舞台上 中美关系永远回不到40年前 目前的情况 仅仅是保持经济联系 至于国之间 只是保持大事级外交关系 另外一位 陆克斯呢 类似也接近 他说中美因为利益 走到一起 利益尽散 现在没有什么利益 能长久巩固中美关系 那么刚才张教授呢 提到了台湾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实际上 我也是跟台湾问题有关系 就是说 今年有两个问题呢 可能在台湾问题上的 引发中美关系 或者美中关系的一些大的变化 或者是关系紧张 那么一个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新上任的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 可能要访问台湾 另外一位呢 说 蔡英文可能要访问美国 那么 夏明教授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给你一分钟回答 这个问题 是 我认为对拜登总统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跟共和党呢 控制国会的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 那我相信呢 如果拜登总统处理的好的话呢 那么不仅呢 可以促成 这些访问 同时呢 可以在国内政策上呢 赢得某些 麦卡锡的某些让步 所以我觉得我们 对那个政治家的观察呢 他不会只是单英的 他是有一盘其乐 有许多的因素在促成 好了 这个我们 夏教授啊 给我省了点时间 那么 我正好呢 有几位啊 我们的这个 油管网友的这个留言啊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练一下 那么可能我们这个 没有时间去 去回应了啊 那么我练一下啊 那么再有一位呢 这个 兰花花 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对这个 彭寨州的这个 命运的表示 关注啊 他是悄无声息 四十四活 外界一点分身都不知道 那么在新年之际呢 我们要关注 关注一下他啊 另外一位呢 这个 推特网友呢 基地啊 他说他回卵是不可能的 买美债根本不可能 就要让美国经济 自由落地啊 那么 沙尼亮啊 他说美国在 触及上限的危机 迫使财长耶伦 访问中国和 跟刘鹤会谈 高官访华的 唯一目的就是 要中国配合去解除 美国的 经济危机啊 但中国不给他卖芯片 那么美国啊 中国会理会美国的需求吗 啊 这是这个我们两位 啊 推特网友的点评 那么今天我们两位 嘉宾的点评 就到此结束 我要感谢欧洲资库 欧洲亚洲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张俊华博士 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政治学教授 夏明博士 参加今天的 世界大教堂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 发表的观点呢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